在上一集里,师父告诉我们心灵环保的方法,也就是当我们不能肯定别人的优点,而老师挑剔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说,我不慈悲。 而当我们老师不能了解自己的缺点,而夸张自己的优点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说,我不知惭愧。 对,那么在接下来,当我们的喜心动念,这个念头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心告诉自己说,我们的心不清净,那怎么样做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设言法师。 师父您好。 师父您好。 是,师父您上次,我不慈悲,还有我不知惭愧这个讲得比较清楚,但是我的心不清净,到底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在平常生活里面,很不容易发现自己心不清净了,这一定是在,你在拜佛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念经的时候,持咒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妄念很多,斩念纷飞,明明是在念阿弥陀佛,但是心里面会出现一些古怪的念头, 明明实在是在打坐,坐在那边是用这种什么熟悉的方法啦,或者是唱话头的方法啦,但是呢,心里面还会咋念出现。 这个时候呢,凡是这种杂念出现的时候啊,马上把它放下,凡是杂念出现的时候,马上把它放下,然后呢,回到用的方法上去,所有的方法,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也可以用啊。 是。 本来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用的,在平常生活里面呢,也可以用,就是说,随时发生,发现自己又在这种大念出现,或者是烦恼心要起来,这个时候呢,你注意呼吸吧。 注意你的呼吸,享受你的呼吸,观察你的呼吸,你不要看你的念头去,你不要注意你自己的念头在做什么,如果你一注意念头的话,念头更多一点,烦恼更多一点, 有些怨恨啊,或者是你讨厌啊,甚至于自己对自己觉得,我真没出息了,怎么搞的呢,我大概不会修行呢,我大概是不适合修行呢,会这种一种怨恨心出现,那不需要,那只是要,你注意你的呼吸吧,体会你的呼吸去,或者是呢,你念阿弥陀佛,你注意你的,晓得你在念阿弥陀佛,听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 那心上你自己在念阿弥陀佛的那一句符号的声音,这也很好,还有呢,如果我们正在动作的时候,手的动作,手在做什么事,那你注意你的手在做什么吧,你手上在做什么,自己的手上做什么的感觉, 嗯哼,还有呢,如果你正在散步,你正在走路的时候,你注意你的脚步啊,注意你的脚步的感觉,体验你自己的脚步啊,直到好舒服, 好愉快 那你自己的念头 自然而然就对 那个走路的脚步 以及你手的动作的感觉 以及呢 这个念佛的声音 对这种感觉 或者是这个体验 以及呢 我们自己的呼吸的感觉 也呼吸 对呼吸的体验的 这种 这种情形呢 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种念头 就带跑掉了 带了什么 当那个不是好念头 就带上了 我们在用方法的这个念头上去 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好用 而且人能随时都可以用的 也可以深 可以潜 潜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发现自己 有这种情绪化的念头出现 或者是一种不好的念头出现 你也叫欧米陀佛 所以我们佛教徒常常会 这个有时没有时对见 欧米陀佛 当自己心里边觉得有一点烦躁的时候 或者是心里边不是很平衡的时候 念欧米陀佛 那么另外呢 就是深一点的就是在打坐的时候 自己正在打坐 自己心里边产生一些杂念头 怪念头 一些坏念头 那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呼吸嘛 你体验你的呼吸啊 或者是呢 你就念欧米陀佛 体验你念佛的声音 这些都是最适用的 而知识可以用 足足可以用 可以深可以浅 当我们的念头啊 到达了 这个恶念 邪念 这个 这个 肮脏的念头 出现 但是呢 可能还会有这种 这种感觉 最深层的那种感觉 会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也可以用你的方法 那个方法 像我刚才讲的 还是用呼吸 你只要心平气和地用呼吸 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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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存存又动的 这种念头 它自然不起来 比如说 我们在接电话 接电话 可能在电话里 有时候有些刺激的声音 刺激我们的 是我们烦恼的声音 放下电话之后 就是 念及句 阿弥陀佛 你不要再想 你的电话里边 给你刚才那个刺激是什么 或者是呢 你接电话以前呢 已经想到 这个电话来 会产生 一个什么东西 心理上反应的 你暂时呢 暂时不激 但是心里有些 信念两句 阿弥陀佛 如果你心里有点烦 可能你一抓电话来 你那个讲话的语气 就是不好的 对 你心里烦吗 对 不知道对方是谁 刚刚有一个事情 你正在生气 对 提起电话来以后 怎样 你说什么 很可能就这样子 那你根本不知道 对方是谁 对方听了以后 也会惊讶 你发生什么事了 那你就 对方 有这种情绪不大 稳定的时候 你这个 去电话以前呢 先研究 就阿弥陀佛 或者先呢 体验一下 你自己的呼吸的感觉 然后 他听到两三次以后 你再把它接下来 电话 您响个三次 并不算长的 是 没关系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使得你的心情啊 自然而然 就会平和 这也是心灵环保啊 是 心理卫生 或者是心灵环保 非常谢谢 师父 可以开始 当你心里不清静的时候 或者有烦恼念头的时候 您不妨也试试 享受一下自己的呼吸 体验一下自己的呼吸 或者念几身佛 相信呢 很快的 您就可以平静下来 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一直在谈心灵环保 那么让我也想到了 自然环保 自然环保呢 最近也非常的受重视 那么大家呢 也都非常重视说 自己除了要做环保以外 也希望能够推几吉人 请别人一起来做环保 那么心灵环保 是不是也需要推几吉人呢 怎么样推几吉人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声音法师 师父您好 陈佳姐好 是 师父您在前几集里面 谈到的所谓心灵环保的方法 多半都是说 自己怎么样去察觉 自己是不是有不好的念头 那么怎么样去改正它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 让我们能够把心灵环保 推广给别人呢 其实这很容易的啦 只要一个人 自己的言行 能够啊 不是那么的粗暴 不是那么的脏乱 那跟着你一起生活的人 也会受影响的 有一次我这个弟子啊 是 跟一位美国人去 开会 谈一个问题 希望啊 彼此能够沟通 希望能够达成共识 可是对方啊 非常强势 对方这个 讲话的时候 都是强话讲 而且呢 语气非常强 而且还好像很生气 就是好像 说 呃 我这个弟子啊 呃 好像是 就是个导弹鬼一样的啊 那我这个弟子呢 都是不讲话 嗯 也讲 呃 当他讲到 将对方 那个美国人讲话 讲到 这个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的个弟子 马上插话 就是能不能够 请你 给我讲话 一个机会 哈哈 对 这个语调是相当的 平和的 呃 相当的 温和的 好像很关心 关心的样子 那 那对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 这个 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 对方的态度非常强势 然后这边的态度是 关心 而不是强势 并不是说一定要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跟他吵 而是呢 这是 一个是关心他 说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就是你要希望解决的问题 嗯 这个 我想啊 我们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中一定呢 有一些误会的 可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 我想是相同的 没有 没有太多的差异的 我 我解释给你听 可以吗 对方就会觉得好 那么 那因此呢 用非常的 关心的态度 而把自己的问题 自己想的问题 这是为他设想的 站在他的立场设想的 一个观点 慢慢地讲 讲 讲 讲了对方以后啊 对方下面 在回馈的时候啊 没吵架了 没那么强势了 因此我这个弟子就 给我讲 他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 也是一个 很好的修行的 一种啊 这个 例子 一种例子啊 就是心灵环保 就是说 自己的 心 不受 环境的困扰 之外呢 也可以影响到 对方 或者是别人 他们的态度也会转变 他们的气氛也会转变 自己的气氛 不要受到 对方的气氛的感染啊 要被他转进去啊 变成他 动 不破洞的时候 我也破洞 那两个人 破洞起来的时候 那就变成了 这环境就是一个 吵架的环境 对啊 那相成效果不得了 对 那因此呢 如果说 对方的情况 是那么的恶劣的时候 那我们的 这个心态 我们的语调 我们讲话的态度 都 是保持呢 关心的 一种心情 而且呢 对他是表示一种欣赏的 一种态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对方 他觉得受肯定的 对方觉得受关怀的 那 他会 接受我们呢 所讲出来的话 是 因此呢 这两边呢 本来 如果是吵架的话 互相的吵的话 一定是坚持 他坚持 他的 你坚持 你的 那结果 彼此呢 没有办法 找到交际点 没有办法 谈得拢了 那因此呢 如果说 我们换一个态度 不用对方的态度 就是 一牙反牙的 这种态度 可能得到回馈 当然也有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回馈的 但是呢 很可能会得到回馈 那得到回馈的时候 自己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影响这个人 这个人呢 可能几次一场谈过话之后呢 他就觉得 用这种态度来 沟通 协调 这不是很好的 这个省力省得很多 不会大家生气 真的耳朵 红 面红 不知初 耳朵红啊 还是面红啊 面红不知初 不需要那样子 那因此呢 一个影响一个 那这种气氛呢 人间的气氛 就会好起来 所以在家庭里面 也是一样 夫妻的沟通 往往夫妻两个人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这一定是 这不是心灵环保 这是心灵污染 越讲声音越大 环境的污染 那是 如果是彼此啊 只要有一个人 能够啊 这个心平气和 这是包容对方 这个 以及呢 体谅对方 为对方的立场设想 那这个沟通就很容易沟通 所以这种心灵环保的一种 做法啊 运作法 主要还是靠自己的 不是要求人家的 是 通常的人 所以是一种深教 而不是严教 可不可以这样说 深教是第一 严教呢 这个在深教的背后 需要严教 严教是一种 希望啊 这个建立观念 深教呢 就是希望啊 这个 一种事实的表现 起一种示范作用 对 一种示范作用 如果 仅仅是用言语 是不够的 如果你不用言语 也有用 可是呢 这观念上还是不容易理清 所以这个两种最好是都要了 那当然如果不会讲 不会表达 那就是用 用深教比较好 是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始 那么从师父的开始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心灵环保 其实就跟自然环保一样 是可以推挤及人 同时呢 也可以 相互影响的 那也非常欢迎您 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在前几集呢 师父我们谈到了 心灵环保的方法 以及心灵环保的层面 那么师父也提到 心灵环保呢 就是要去除自我 要达到无我的境界 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是不是就是没有原则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声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提到 心灵环保呢 就是要去除自我 要达到无我 是不是首先跟我们讲一讲 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好不好 无我可以啊 有两个或者三个层面的啊 这个第一个 是 我们经常练习着 多为他人设想 稍微直接设想 这就是无我了 这是第一个层次啊 第二个层面呢 能够啊 就是 就是客观的 最客观的 就是超越 自己的主观意识 任何的任何事情 不要说我认为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怎么样 在 不要把我放进去 自己不要有个立场 就是 嗯 在他那个立场 可能是会这样 在大众的意见 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说得到的大众的讯息 或者是从 这个 任何的一种啊 一种迹象来看了 说这个情况 大概是这个样 那不一定是我的意见 那 从你们的意见 看看 它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棚花 从我角度看是 一棚三朵花 那我看这个角度蛮好 不知道从你的角度看 这次是不是也是三朵花 这个叶子的线条 但是 这个线条 我这一边看不到 是 我这次看到 这三朵花 你那一边看到 有线条 有很多 有对 有几个线条 就是说 我先问问你 你对这一朵花的意见 看法 想法 感受是什么 这是你的看法 但是我的看法 跟你对方不一样 因为角度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看到同样东西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不要老是考虑到 这朵花是这个样子 就是强迫着你 也要接受 我所看到的花 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不可观 可观的 不要老是先 展到自己的内场 看东西 或者是呢 要人家 赞成我自己的意见 我现在要问问大家 你的意见怎么样 他的意见怎么样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内场 不同的教育层次 不同的社会 这个养成 生长的背景 那都因为 不同 所以呢 角度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 体验不一样 这个呢 就是看到 一个人一个人的 所有的 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 综合起来 我不要有意见 如果我有意见放进去 那便是我的立场 可是师傅啊 如果我们处处都用 这种无我的原则 去处事的话 会不会也让人家觉得 好像我们没有 什么原则的样子 我在讲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就是说 第三个层次的我呢 是一切现象都有的 有你有我 有他 这个有我 有事全部都有 但是呢 就是啊 没有永恒的 不变的 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都有 但是呢 没有永恒不变的 这个就是说 大家的观点 综合起来 有你的想法 他的想法 大家我们 合在一起 可能变成一个立体的话 也呈现出来 但是这个是 这个时间先看到的 你到明天看 不一样的 明天你的立场 你的心情 或你的知识 或你的自己的一种啊 修养 跟今天又不一样了 所以明天你这个角度 同一个角度 看这个东西 本身 这个东西本身 可能是换了 变的样子 而你自己的心情 你的这个成长 也你的 这样同一个角度呢 跟尺寸不一样了 这个感受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又变掉了 所以是 任何一样东西 既然没有 没有我私人的自我 也没有共同的 共同的 大众的 一个自我 也没有啊 这个 这个 这样东西 这样的私物的自我 为什么 这个就是啊 都在变 这是第三个层次了 时间空间变了 现象也在变 我们自己也在变 这个 每一个人也都在变 变什么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 样子会变的 而且我们的观念也会变 这个 直接直接那个车马 也会变 所以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可能不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就叫做 我 那么一共三个层次的 我 我们从第一个层次 到第三个层次 我们都可以啊 试着去体验它 嗯 这个很不容易的啊 是 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变成没有原则 那是在第二 是不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 因为都是以别人的观点 所以都没有我的观点 那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人处事 会不会让人家会感觉到 这个就是原则 这就是原则 这本身就是个原则 嗯 因为 用自己的立场啊 来处理事情的时候 都不是啊 很公平的 不一定是合理的 嗯 那我们尊重他人 有共同的意见为意见的啊 那这是真正合理的 那过去的人都这样一言谈啊 这位大人我说的话 这是标准的 小人说的话不算数 那个 那大人说的话 不准有人去修正的 只是就像皇帝讲的话 是经口预言 不可以有人呢 这个去修正他的 那现在的大概不是这样子讲吗 是 那个因此呢 那我们都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个原则了 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见 为共同的意见 嗯 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时候 那我要提出我自己的意见 大家没有意见呢 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花 我看到了 可是我们这个周边的其他的人 眼睛都是色盲 或者是呢 这个 都有白内障 或者是呢 也许我观察的时间久一点 可能 对我的立场来看 我就是看到的花是怎么样 那你们 如果还是没看到的 我告诉你 我看到的花是什么 这个还是可以做的 是 感谢师傅的开始 那么从师傅的开始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无我并不是没有原则 无我的三个层次呢 我们不妨从多为他人着想 这一点开始做 那么慢慢的呢 再进入客观 最后呢 也许可以达到彻底的无我 也非常欢迎您 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